我们在原来的这个地方要做修改,修改几个地方,第一个就是这地方 我们的超连结,连结的时候呢,记得就是改一下JavaScript,去触发一个那个getgo的那个方法 所以在这边的话,不是这个,这个是旧的动态,我把它改成动态的 改成动态之后的话,就是找到 这个这个连结,刚刚是因为我刚刚只有改两个,后面还没改到,所以 现在把它复制贴上就可以了,所以之前我跟各位讲过嘛,你可以找,比如,我是找基隆的景点 这些景点,之前也是常常常去的,我觉得这个,这个丝球领炮台,他刚好位在哪里呢 就是往基隆那个过隧道之后的上面 有没有,看下去整个是基隆港,很漂亮,去的人不多,没什么人 还有什么青春湖公园,运动公园,然后运动公园也蛮大,上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算是一个什么池塘 平常也没什么人去,蛮漂亮的,有时候我会到那边 去 那边有鸭子的阿鱼啦,然后什么白米梦炮台 诸如此类的这几个景点 那我觉得不错,我如果把它想要放在手机里面 最好当然将来可以慢慢写成什么,可以导航,按下去就可以导航,比如你这个App以后呢,你自己的私人景点的 这个介绍,甚至可以加上导航功能,按下去,自动会导航到那里 那这样更更棒 现在Google Map已经可以导航是不会有问题的 是可以导航,但是前提是 一定要有网路 没有网路的话 就不能,就会突然 没有网路还会导航 只是地图不出来,因为我之前遇到过,比如说我有一次去 去比较偏远地区吧,去什么,张学良故居,在什么 他哥有没有去过,在那个 武丰乡是不是 很山上里面,后来山区讯号没有了,但是还是可以找导航哦 只是地图没有出来,他就是还在跑,但是没有地图,因为 那个Google地图是属于连线式的地图 我好像有听,之前有个同学讲说 他有一个什么破解的离线 就是说你可以预先把Google地图预先载到你的手机,但是会很庞大就是 这样的好处就是不用连线 也可以看到Google地图 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把 相关的地图打上去之后,那这边的话再上 JavaScript 冒号 也就是说你传递给谁呢 GETGO 所以呢,我们在JavaScript里面呢,也必须要对应写一个什么呢 GETGO的这一个 这一个方法 那方法名称一定是Function开头 空一格 GETFunction,后面 去接这两个参数 接到之后呢,那你再去打地图 就是放在Google地图上面,OK 那基本流程,第1个先 改超连结 底下做一页 第2个的话呢,我们再到程式码里面看一下 那这个程式码比较冗长一些 不过也还好 就是从 我这边是从第25行开始 开头一定是 JavaScript这没问题 那我们 这个地方 一定要先写一个Function 这个Function名称叫做GETGO 而且要区分大小写,特别注意 然后呢,传进来两个参数,一个是 LAT就是纬度 一个是LNG,是精度 精度纬度 那传递进来之后的话 我要怎么去 储存,那储存的方法,我在上面写了一个 一个正列,一个正列物件 叫做Current Geo Point,这个我们自己写的 宣告一个这个物件 那里面的话放什么 预设值 LAT等于这个 LNG 就是一个纬度等于预设值,然后这个是精度的预设值 把它包在里面 所以他预设如果里面空的,他还是会有个地方,可以打到这个地标 如果说你今天给他,传递进来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变更里面的值,怎么变更呢?就是上面的这个名称,电LAT 去变更里面的值,就是把我们传递进来的 我们从这边,小瓜糊就传递参数嘛 传递进来,刚刚不是我们 按下超连结的时候 他会传两个值给我们 第1个值 去变更现在Current Geo Point里面的第1个就是纬度 第2个是变更第2个值 就是精度 然后做什么事情呢 做后面的这个 这个这个钱的符号,其实指的就是JQuery JQuery就是帮助我们,这个JQuery的物件 就是最大的那个组物件,它里面有一个 纸物件,就叫做Mobile Mobile就是移动装置 里面可以去执行哪个方法 Change Page 也就是说你点的超连 超连结点下去 他会去帮你做什么,Change Page的动作 那Change到哪个Page呢 我们刚不是把原来的那个底下剩一个Page 叫Page Map 对不对 他就会去连结到那个Page Map 里面 然后呢 相关的,比如说他的那个 切换的效果 然后后面加一个Force 一个处两个参数 这个参数怎么传递 我想各位可以也可以参考那个 我之前跟各位介绍的 其实一般其他开发环境 比较厉害点 有没有放上去会出现参考 这原生的开发方式是会的 但是这个目前是没有 也许将来会有 如果没有的话没关系 你可以到JQuery Mobile的网站上面去 JQuery Mobile之前跟各位讲过吗 JQuery Mobile里面的 API Duck 里面也有什么呢 就是JQuery刚刚讲那个前的符号就是指的是JQuery JQuery这物件里面有一个叫做ChangePage的方法 里面至于怎么传送 这边都有相关的说明 可以从这个地方找到一些 一些这个比较详细的说明 那我们主要就 Change到这个页面 OK那这边有个特效 再来的话避免重复 重复触发的话我们可以给他一个什么 给他一个1点 这个 Prevent Default 就是说呢不要 如果人家在 这等于是第一次点击 那如果他重复 不过这个几率很小 假如说呢 有重复点击的状态 那我们就把他什么 把他把他这个 回到Default的状态 OK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ChangePage了 再来的话呢 那 ChangePage之后的话 我们会去 再来做一个什么动作呢 这边 就可以切过去了 不过切过去之后呢 还有一些 一些比如说我要显示吗 对 那显示要怎么显示 其实特别注意上面 我们必须写 一个叫做 这个也是 这个情形的符号就是 JQuery Mobile 当这个 这个JQuery Mobile 后面其实少写的 叫做Document.Ready 就是当 我们这个网页 载入的时候 预先 这个上面是预先 已经做了什么 在 这个 这个就是 Page 就是 我们显示地图那个页面要做什么事情 去by的 by的是连结 某个方法 叫做 跟着 某个事件 当Page秀 因为你要能够把地图秀出来 我们只有传过去呀 可是有切过去啦 但是地图怎么秀呢 还是预先要在这边做 就是当 这个事件 这个事件什么 Page秀了 Page秀了就秀出来说呢 要去做什么事情 要把地图 因为他刚刚已经切过去了 切到这一页 但切到这页里面还没有地图 什么时候 会有地图 被载进来 就是有这个地方 当 触发这个Page秀的事件 去把什么呢 地图给抓回来 抓回来所以这个地方会有个方法 那这个方法 特别注意喔 一定要写 写在哪里 我们是写在下面 有没有这边一定要对应到有个叫 GateMap的方法 那这个方法 写法一样啊 Function 空一个 GateMap 后面大刮壶 大刮壶就是去做什么事情 做的事情呢 其实就是什么 显示地图吗 所以这个 这几行程式应该各位好 如果前面有用过应该不陌生 就是去什么去抓到那个我们 画面上用Gate 这个 Element by ID 有没有 去抓我们画面上有个 有没有 MapDiv 这个有没有记得那个框框很大那个啊那个就是叫MapDiv 抓到他之后 然后做什么事呢 在上面显示地图 那现在上面怎么显示地图就底下这几行 我们去Google map Google.map 然后我们传递给他什么 这个是 维度 这个是精度 那这两个只是从哪边来的 其实就上面有没有 我们刚刚不是 因为传进来对不对 然后塞进去 这个塞进去 塞进去 所以传进来说不是 change两个里面的值吗 这个时候呢 我在透过Google map 去抓到这两个点之后 我再传给什么呢 传给下面 一个Google map 的一个 这个这个 一个物件 这个物件就是 Gmap 他要 他可以帮我什么 show 在哪里 所以必须给他一个什么 DIV 然后 说说放大小 14 另外center这个参数后面呢就放 这一个 center意思说呢 帮我把 位置打地表就是位置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个位置 center意思说字中 所以中间地图的正中央 刚好就是那一点 所以你看到的刚好就是 那一点周围的东西就出来了 然后最后的话呢 然后就后面的话有个叫map type ID 那map type ID就是 以那个什么的 raw map raw map指的是什么 就是地图模式 那你可以改成那个 另外一个模式 另外的模式叫做 Suturn 就是 那个 有没有就是预览一下 另外模式我们都点击说 预设模式是raw map 是 地图模式吗 另外这个地方还有个叫 卫星模式 有没有你也可以点击卫星模式 就是这个模式 所以你把它改成叫 这个字 Sut 这个 这个模式 那他就可以帮我切换 如果你预测要这个的话 请你在 程式码里面呢 然后做变更修改一下就可以修改成 这个 这边 叫做map type ID 改一下 我们这个地方 Map ID 改之后 就可以改成我们地图 这个显示是地图模式 还是是卫星模式等等 OK那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显示出我们要的这个 结果出来了 所以重点再提示给各位 第一个 我们JavaScript有没有超连结改了 然后传递过来 会触发这个 Gate GEO对不对 传递两个参数 去切换到那个页面 切换到页面之后的话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个page show page show的 事件 触发的时候会去gate map 把地图抓回来 OK 那这几行程式 应该在 旧的这个画面里面也有 或者等一下我会把这个我完成的这个程式码 传到 我们云端云端白板上面好了 好等一下再来看把画面先还给各位试试看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